今天做韭菜猪肉饺子 第一把韭菜 我可能不会全部用完 Ground pork 猪肉末 三磅 我也不会用完 可能用一半左右的样子就可以了 几个虾 还有就是干贝 干贝我要先把它泡软了 然后再撕碎 先剪韭菜 先把这个黄的这个剪了 前面黄的是干净 后面泡了的可料 韭菜洗好以后 先在旁边晾几分钟 把这个上面的水汽晾掉一点再切 姜蒜都切成末 四片姜四半蒜切成末 下面就是把这个干贝 把它弄成小丝 细丝 弄成这种细丝 下面再把这些虾仁剁碎 下面开始活下 是两磅的 我放一半一盒了 放一半 先把它打散 倒入酱油 再舀点麻油 急着火 再打个鸡蛋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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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着火 沿着一个方向搅 鸡子已经粘稠了 倒点点酱油 然后把这个姜蒜倒里面 干贝丝 还有这个虾 接着饺子 少加一点点盐 白胡椒粉 里面再倒一点油 封住这个 这次倒菜就可以了 就不用倒那个了 现在开始切韭菜 杆杆这里要切得碎一点 韭菜是要包之前再放里面 要是时间久了 它就把里面的水淹出来了 放里面 再把它韭菜拌均匀 给和好了 现在就可以包了 OK了 下面开始准备要包了 先在这个托盘上 先撒点面粉 再准备一碗清水 今天用的是买的饺子皮 拿一张饺子皮 馅放在中间 沿着这个沾点水 离中间 离后面 把它就挤 这样子 给饺子包好了 但是这个有点小 包三角的 就是包的不是很多 先捏一半 捏一半 捏到这这样子 这边再捏一半 最后再把它捏一半 也是三角的 做尖角比较好 这边可以 还包四个 四个角的也可以 就是先捏 这边捏 但是呢 都不要把它捏拢 这样子 这个在美国店吃的 起司馄饨 就是这个样子 四角 把饺子轻轻地放里面 这个勺子轻轻地动一下 防止它粘连 开了之后就加点水 总共加三次 它就熟了 第二次 第三次加水 然后这次应该熟了 捞之前先加冰凉水再捞 我们下来看到 条顾 希望这样子 请大家下村 我们下村 打扮 罗声 进行 从罗腹 打扮 滑 使用 不可 感谢观看